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的下法 为什么用了返家 你乱了 李宗盛 喂 没关系的 他可能只是有事出去了 过几天就会回来 来日方长 以后有的是机会 明天你还要陪我去试镜 今天早点休息 好 我拿给他看看 过两天回复你 老师 你最近可是名人了 给我签个名呗 你都被顶上热搜了 我们这个圈子 已经多少年没有出过 你这样的经纪人了 厉害呀 这两天身体我不舒服吗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有新事吗 小朋友 哦 是一个记者朋友去我那玩 看到那些照片之后 就说想做一个专题 好吧 其实是我看公司里总有人欺负你 所以就擅作主张 帮记者完成了这篇稿件 你别生气了 只要我们的经纪人开心 这还不是小事情 没大没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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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啊 机会 怎么给 我可以帮你返交莫迪 我肯定能够帮到你 你说得很对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 如果你转头卖了我 我以前没得选择 求你了 那你孩子彭宇和张颖的时候 可有给过他们机会 好啊 那你最好现在就解决了我 思恒不在了 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知道你是警察了 在那帮蠢蛋眼里 你以后就是个害死警员的人渣 没有人能替你作证 但如果你今天不解决了我 我就一定会去找那个你在意的女人 你不不可以帮你 他到底在这些腹呢 我会访认识 你不可以帮你 你不可以帮你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你不可以帮你 我会认识 是啊 有一阵不见了 转眼你都成名人了 怎么样 有兴趣给剧里穿个绝 我得再和制片人聊一聊 现场还定不下来 陆维已经很优秀了 对了 注意这点陆维的新闻 我们制片对演员的口碑什么的 比较在意 老师 有空吗 我查过了陆维老师 教过的学生的信息 但从几百号人里面 确认这个学生的身份 好难啊 不过 我刚刚看到许多粉丝群里 曝光了陆维老师的行程单 因为和之前爆出的消费项目 太过吻合 总之 我看了一下那份行程单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但还是有一个行程 特别隐秘 我们当时并没有告知粉丝 也不太可能有记者知道 我怀疑 我有天晚上下班 看到飞飞姐正在查艺人的行程 也许是我想多了 毕竟出了这种事 公司这么多人都是有可能的 那老师 这件事您准备怎么办 好的老师 还在忙吗 我去你那儿待一天嘛 我一个人晚上睡不着 周梦已经进到 结局阶段的拍摄了 我临时请假 会给剧组造成困扰 没关系 我可以的 睡了吗 那我们来聊会儿天吧 说点开心的事 虽然那个家伙很让人担心 但照顾好自己才是首要的 要是我 或者你因此又出了状况 会更让彼此忧心的吧 好啊 那不如 我给你讲讲他的初恋 你知道萧航吗 对 萧航当年 是跟秦亦然一起参加 最佳声线比赛的 你别看他平时 吊儿郎当的样子 私下里 可是个超级温柔的男孩 那个时候 他还在电视台实习 有一次 被领导为难 熬了一个通宵感文件 萧航在排练厅练舞 走的时候 看到他 正在非常苦恼地 面对着故障的打印机 不仅去帮他修好了 还给他买了宵夜 所以当时 他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当一名经纪人 他这个家伙 和你很不一样 他对自己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越是真实的东西 就本能地离得更远 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如果带销行的话 可能会耽误他 所以当时 并没有做任何的争取 大概也就是 这个性格的原因 他才选择参加了 这个实验 不说他了 说说你吧 我其实很好奇 左路平时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我看见网上说 你患有心理疾病 但我怎么看 也觉得不像 一定是那个 医生误诊了吧 离家这么久了 你想回去吗 陆维老师可以了吗 陆维老师可以了吗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骗我的 那又怎样 我这个心理疗病 一定是在机会 开门 有心理疗病 没有 有心理疗病 有心理疗病 没有 你是不是 有心理疗病 有心理疗病 现在的网友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说正事 陆老师后面档期再多给我一周呗 今天许晨晓也是第二轮来试这个角色 不过我只好让他回去了 陆教授 杜景轩这个角色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咱们一会儿一起吃个饭 我的荣幸 导演 不过 我之前之所以对陆维的选角有犹豫 可并不是因为陆维网上的黑料 其实之前和陆老师合作完话剧 我有去春山外探过班 只是你不知道 我在剪辑那边看 哇 这个人这么会演戏 还可以不带感情的吗 也别沮丧 你的技巧高明到这个份上 我是认的 不过正好趁你有麻烦 给你逼一把 戏不就出来了 原来如此 当然辛苦了 我八卦一嘴啊 你为什么这次试戏的时候 敢放手了 谈恋爱了 在神问我之前 不如先告诉我这件事怎么解决 今天没别的事吧 难得来了游乐园 四周又没人 没事的话 就陪我玩一圈吧 你需要放松 走吧 怎么 怕了 还是你想从过山车开始 陆维可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你知道 比起妖魔鬼怪 和这种吓人的招数 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喂 你着急忙 慌慌我叫过来 就是为了这个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只有利用我 是才能想到我 好啊 现在还学会不说话了 你果然是个渣男 给你三分钟 破解不了 下个月零花钱没收 三分钟 你也等我打开电脑 再开始算啊 喂 你们家无线网密码 怎么又改了 算了算了 自己破解一下 诶 这是谁的优盆 上锁的技术还可以吗 不过跟我比 还是太嫩了 哎呀 昨天睡觉落枕了 一会儿你请我 去做个按摩吧 破解好了 你要不要来看看 可以呀 这是谁呀 敢调查实验室的东西 应该是那边的 那个留下的 想不到那家伙 还有点本事 本事 还是先让我们猜猜 是哪边出了叛徒吧 说不定是另一边的人引导的 留下左翼的那个 其他两个删掉 顺便再帮我检查一下聊天记录里面的内容 要是那丫头没找你破解这个优盘 那你准备怎么办 虽然这里好像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你不是说那丫头很聪明吗 说不定会极限 何必想那些没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落在我手上是天忆 那就让他再晚一些卷进这件事 现在 时机不对 你终于醒了 你可吓死我了 你这可不是简单的滴血糖 梁医生说 你脑部应该是受到过撞击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你昏迷的时候 脑电波也非常不稳定 梁医生说你这种情况很奇怪 我刚好好的 特意给你带了点过来 当然 我还指望着你以后照顾我们的小乐文呢 在我这儿 这两天你就安心调养身体 我跟赵总打过招呼了 等你出院了再工作 赫世蒙也应该多锻炼一下了 你得给他一次机会 请问是 姐姐 你醒了 听说给你安排了单独的病房 所以就过来看看 顺便给你送这个 陆轩说里面的文件 都完好无损 来 我听说你被鬼吓进了医院 真的假的 你也有这么没用的时候啊 我才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呢 可是雨浪哥 你秘密森林的账号 现在怎么在线啊 你在偷懒吧 在线 你 你别管我啊 你跟他在医院 怎么可能看到我在线 林乐文 你给我出来 别拉着我 林乐文 你换我儿子的眼睛 姐姐小心 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因为他也是同层 其他病房病人的家属 所以我们就没太防范他的举动 总之 给你们造成了麻烦 真的很抱歉 这个没问题 我去把手上的事情交代一下 就过来带你去检查 抱歉 姐姐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不认识 但刚刚警察询问的时候 我听到他说 是因为他家的孩子 用了我代言的号氏名 眼睛出了些问题 是因为你二十一天 也把我给你添麻烦了 就这样做到 你去哪儿 最后对我这是 给你ench的 就是你举手 要是你对你 我去世 自己在干燥 就是你 叫你举手 我去世 这样的心 我们就会儿 Saf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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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医院里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抱歉老师 我不知道这件事会这么严重 可是 我答应了赵总 这两天不让你工作的 好吧 那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 好吧 但姐姐 你也要注意安全 这些事 就不能让赵总帮忙处理一下 公司那么多经纪人 你就是操心劳累的命 在我们这些艺人的眼里 不管你长着一张怎样的面孔 你永远都是我们认可的经纪人 华星 这是左翼手机里的文件吗 这个是聊天记录吧 好像都是跟经纪人的聊天记录 你之前说她的经纪人 是朱利液吧 你看 下方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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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吴 这次拍摄呢 你故意还要看 你故意还要看 我只是说 脚都那来 我不是 你迷你 我不是 这个是 到了 感谢观看